嗨,您好 我们这一集 是教大家如何自制二维码 自制二维码里面 可以做公司的二维码 或者做自己一个网站的二维码 或者做一些个人讯息的二维码 我们现在去学习一下 看看如何做法 点程式件 去找到 你一早已下载的那个元件 叫做二维码名片 看到吗? 我们点它,开启它 开启它 一进入来 这里就要 写填一些资料 我们现在做个人的名片 这里第一个 先写个姓名 我在这里写 TONG WT 这里就是电话 手机的电话 975 97756 下面还有个人的资料 我们不需要写 没有 有一个就是一个邮箱 写自己的邮箱 我这里 TONG WT 2013 Gmail.com 错了 TONG 不知 WT 现在这个 就做了 做了出来 基本上的资料就完成了 我们还有一个 二维码里面 你可以放自己的图片 不要这样密查 这边 上面有一个格子 点点它 这里 一个叫做拍照 一个叫做陶库 我们在陶库拿图片 使用快途浏览 一次 去找 你自己想放进去的图片 自己想放进去的图片 自己想放进去的图片 我现在这个 把幅画放进去 我现在放进去 我现在放进去 最好是拿在中间的 这个 一直按照指示去做 按照这个在中间 我们点个Tick 点个Tick 点个Tick 它现在在混进去 都 要花点时间 我看到有些 相片 混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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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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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完成了 现在就显示了这个图片出来 我们向上拨 下面有一个生成二维码 点点它 它就造成了出来 这个就是二维码 这个生成二维码 这个就完成了 现在完成了 完成了 究竟去了哪里呢 我们点个主意见 去看快途浏览 快途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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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怎么用呢 我们 退回出来 去微信 去微信 微信 这里 右上角有加口 点点它 其中有一个叫掃描 QR Code 点点它 现在我们没得掃描 右上角有三点 点点它 从上宝中选择 这里 点点点它 那我们就去找回 刚才那个 去过File那里 那个QR Code 咦 哦 它这个 不是 它还没来这里 还没转到来这里 所有图片 咦 咦 咦 不是咦 走了去哪里呢 哦 我自己手机 可能是我自己手机 咦 咦 可能 你们或者会掃描到它了 我自己手机 咦 咦 咦 看这里 看这里 看到了 咦 有啊 这里 这里 它掃描不到我这个 不知道什么原因 咦 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做法 是个人的 个人的 OK 咦 这里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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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